你对1320号还有印象吗 1320 这是 谁死我死人别号 什么鬼东西 那么1374和1375的 自发吗 六把 反正没用了 发点少财猫 1345号 八一 可真是自己啊 还有1346号 对 是迪佛你的朋友 这么热闹 接着闹下去吧 可以说他们都是战友 我去之前 你们两个在说什么呢 他竟然把我给你的消息 全部拦截了 怪不得别人说你 是只疯狗 真是诸事不顺的 丽莎 他的名字和他的性格正相反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你让我回忆过去 还是让我对未来产生幻想 两年之前地下秘密实验室成立 实验室位于 还等什么 我在许愿 西伯利亚高尾地区 地下深处 前不久我们收到了 来自于地下实验室的紧急求救信号 快走吧 任务一必须关闭信号发送程式 还有一个在移动 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第二个任务 搜索这个地下实验室 尽可能多地搜集各种相关信息 我们好像科学家 我要说的就这些了 请医生介绍 有什么问题 最好先再问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 有人在那里 可以百分之百地防止 意外怀孕的可能性 如果你们说完了 继续前进吧 开始 回到最初的问题 当时伤望多少 我没数清楚 你收到了上面的命令是吗 在找到人质之前还是之后 这我已经说过了 请你再重复一遍 我重复多少遍都不要紧 事实不会改变 对那里进行清理之后找到了人质 我们当时报告了队长 你当时怎么做的 我决定带人质出来 我决定带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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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决定带人质 我决定带人质 前后只用了四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决定了 完全不像被形势所迫 逼于无奈的决定 要知道没时间考虑 否则就来不及救人了 你这么说 并不能让我们减轻对你的处罚 要首先执行命令 再说对与错 你知不知道 打击目标的时间是有限的 是 依据刑事做的决定 这是你一个人秘密做出的决定吧 因为他 你牺牲了队友 是指挥官说的吧 你们出发的确切时间 应该是十四点三十八分 十四点四十五分 导弹发射